將來如果可以這樣 直接從這邊 插入一個函數就可以做出結果來 感覺還蠻棒的有沒有 那你又給它一個關鍵是向下填滿 那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要能夠做到剛剛這個地方 插入有個使用者定義 你一定要把它變成Function 所以我就拿剛剛的那個數量2來做修改 所以這一段複製到底下 那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一定要把Sub改Function 這個可能要自己稍微記一下Function F-U-N-C-T-I-O-N 名稱的話叫數量計算好了 計算 那計算什麼東西呢 你將來會跳出一個訊息叫關鍵字 所以你就在這邊打一個 讓使用者知道說你要填什麼東西 你就跟他講你給我關鍵字 那他會透過這個東西叫引述 他會把資料有這個字放在關鍵字這個引述裡面 傳給你 那傳給你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透過他做什麼事呢 去比較一下 那哪個地方有關鍵字 第一個這邊有關鍵字 所以把原來的A欄的東西 把它改成關鍵字 跟這個儲存殼裡面的資料比對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這個E有沒有 記得改成LEN 去算一下這個關鍵字 它到底輸入幾個字進來 如果一個字 那這邊就切一個字出來給他比較 那如果兩個字就比兩個字 OK 好 所以記得改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那還有這個地方要改 那最後把C丟到哪裡呢 丟到你現在儲存殼在的位置 那儲存殼所在的位置 那儲存殼所在的位置是他本身 所以方弦自己本身 所以這個地方要改 所以這個把它改一下 複製它的名稱 貼到它要丟回來的地方 就是這個 原來是B欄 理論上應該這樣子 程式就改完了 誒是這樣嗎 沒錯 就是我看應該就對了 我看我剛剛改了幾個地方 1把這個程式有沒有貼過來 2的話呢 Step1嘛 Step2的話呢 改這個 跟這個 所以這兩個要改 加一個function 把這個改成有沒有 function 然後呢 把它名稱改成叫 數量計算 然後後面瓜糊 記得哦 就是你要跟他要這個資料 叫關鍵字 然後再來他給你關鍵字之後呢 你就把這個改成 原來A啦有沒有 改成關鍵字 然後長度的話呢 改一下 返環的話呢 就是返環這個名稱 所以其實我剛剛畫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改什麼吧 如果你如果 應該看懂吧 因為如果你們以前大一有上過VBA 你不要說全部還給我了 通通都又歸零了嘛 看起來好像還好 有沒有 這沒有幾個字吧 OK 我是真的覺得 陳欣 真的跟各位講 會寫程式真的是有必要啦 而且以後如果你會寫程式 不會有 不會被嫌棄的啦 OK 任何地方人家都希望說 哇 你會寫程式 就是一個棒嘛對不對 沒有說 你怎麼會寫程式 這很糟糕的一件事 不會吧 OK 當然會寫越多越好 而且甚至如果 將來 如果你會寫其他像Python 像Java 那更好 OK 不過不用 野心不用那麼大啦 至少你懂程式就了不起了 好 OK之後的話呢 我們最關鍵時刻來了 這個東西有沒有 看有沒有BUG 我不確定 把它插入一下 使用者定義裡面 就會多一個 叫做數量計算 他會跟你要一個引述 叫做關鍵字 給他關鍵字 得到結果 丟回來這邊 按確定 那接下來快點兩下 他如果有運作的話 得到最後的持平了 那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完完全全 非常精確的持平了 絕對不會有錯誤 這個我想 以前古人就是沒電腦 不然以前古人 我想應該他們 很多地方都做得比你更好 那以前為什麼 還要用人工去做那些事情 因為沒電腦嘛 做不到 我還發現真的 很多古書裡面 古人很辛苦耶 為了要算一個什麼 人民的關鍵 還真的用索引耶 還真的花很大力氣 把索引做出來 我真的佩服到我裡頭地 這個要換到今天 你根本完全不會想要做這件事 什麼叫索引 各位知道嗎 就是人工的方式 一個一個把那個字全部提取出來 放一個索引清單耶 那為什麼這樣做 像現在圖書館裡面 還有這種索引 以前就是靠這樣的方式在找資料 如果換到現在 誰還會這種笨笨的做 一定用這種方式 OK 所以最後我把那個程式 也把它放在雲端 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在第十二頁的地方 那如果你假設不太OK的話 其實你可以利用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程式 稍微再比對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 幾個地方做變動 一樣我會把那個 我修改的地方 用那個黃色的這個螢光筆 把它mark一下 那各位可以稍微比對一下 OK 然後看一下這個結果吧 OK 就是這些東西 當然如果期末的部分 假如可以的話 就是盡量把它加進來 那當然一定是加分的 可是如果你說 老師這太難了 我以前學的我都忘光了 好啦那算了 如果你實在是可以的話 盡量把它加進來 那所以呢 下一次上 下個禮拜的話